猪蹄老鸟一定要选用猪咸蹄 肉多 筋多 骨头少 然后猪蹄用火烧一烧 去掉杂质和腥臭味 放入清水中多给它清洗几遍 这样做的猪蹄就没有其他异味了 猪蹄一定要给它从中间逼开 这么做的猪蹄会更加入味 猪蹄冷水下锅 放大块葱姜来点料酒去腥 焯出血沫冷水洗净备用 接下来教老鸟们炒糖色 没有白糖的割砂糖 炒好的糖色会特别香亮 这一步非常重要 熬至早色之后一定要给它加入开水 要用熬好的糖色给它倒入高压锅 放大块的葱姜 放两大勺生抽 再来一大勺黄豆酱增加酱香味 再来点老葱放色 盐鸡精挑口 再来俩卤肉料包 再下个酥皮 再来一大勺白酒 最新鲜精用东西哦 用高压锅给它压二十分钟 如果你没有高压锅 你用炒锅给它压一个半小时